大家好,欢迎来到《长辈有话儿,我是老头》,大家都知道 米鸡面条都是主要的粮食,但它们的嬴农价值 哪个叫高炸,今天就跟大家说说 米饭是主要由碳水化合物组成的食物 它含有少量的蛋白质和脂肪 但是缺乏某些重要的营养素 例如膳食纤维、维生素B和矿物质 不过若配合其他食物,如蔬菜豆类和幼类的 可以轻易地提高饭的营养价值 相对的面条主要成分是麦根基蛋 麦类食物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和蛋白质 而且比米饭富含许多维生素B和矿物质 如铁、锡和煤等 这些营养素对于保持健康有很大的作用 例如帮助身体制造红血球 维持神经系统正常运作和支持免疫系统等 综合而言米饭和麦类食物都有其营养价值 但它们的营养成分有所不同 若要获得均衡的营养摄取 建议在饮食中适当摄取米饭和麦类食物 并搭配其他膳食来补充所需营养素